蘇翔錫 我很欣賞活發社的理念 為聽障人士提供就業和培訓的機會 他們這群朋友沒有因為自己在生活上的種種問題 而放棄自己或逃避自己 相反他們是運用自己的專長 去幫助一些有頭皮問題的朋友 重拾他們的信心 放在我身上過去幾年 其實我自己也有幫助一些內地山區的小朋友 去延續他們學習的希望 其實他們也是一個很困難的環境生活 但他們沒有因為種種的困難而放棄自己或逃避 也是很努力地去尋求一些機會提升自己 你覺得時尚專業女性需要有什麼條件? 我想作為女性我們需要與時並進 不斷去提升自己 在不同的時間為自己定立一些不同的目標 時尚專業女性應該在自己家庭、事業和興趣方面得以平衡 能夠很靈活地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亦有能力去成就其他人的夢想 天生的自然